美国大选自11月3号投票之后呢 计票过程已经进入第三天 那截至目前的最新成绩是 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得票264张 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得票214张 拜登距离成为总统的门槛 目前只差6票 那反倒是原本一路领先 以为自己赢定的特朗普选情告急 情势越来越不利 就连原本领先的好几个关键摇摆州 随着持续计票也开始出现了变化 目前美国50个州当中 还有6州的成绩还没有正式有结果 除了拥有3张选举人票的阿拉斯加 是共和党的票仓之外呢 其余5个州都是摇摆州 而且选情像过山车一样 不确定性依旧很大 尤其是乔治亚 宾夕法尼亚 还有内华达这3州 合计有42张的选举人票 选情也十分激烈 成了决胜负的焦点 那根据美联社截至晚上8点的票数统计 特朗普原本在乔治亚 还有这个宾夕法尼亚占上风 但是被拜登以大量的邮寄选票 迅速赶上 在乔治亚州 拜登反超特朗普1000票 至于宾夕法尼亚州 特朗普也从原本领先的10万张票 缩小到18000张 与此同时 拜登持续在内华达州呢 进一步扩大领先优势 那拜登只要在赢下其中一州 就能够赢得大选 相反的 特朗普如果要打败对手 必须要拿下四个州 眼看情势不对 特朗普团队已经展开行动 以违规投票等等的理由呢 相继在密歇根 宾夕法尼亚 还有这个佐治亚州提起诉讼 要求当地暂停计票 同时还要求这个威斯康星州 重新计票 希望借此可以扭转腿势 不过如此 不但如此 那根据这个CNN报道 特朗普甚至计划 也要在这个亚利桑那 还有内华达州 去诉诸法律行动 总之啊 只要是拜登赢下的州 特朗普都要提出诉讼就对了 那特朗普团队 现在是把这个 现在的盘算就是啊 要把总统选举的战场呢 搬到法庭去 打算在多州发起法律大战 但这个如意算盘 却未必打得响 那乔治亚以及密切 跟这两州的法官 已经指控 已经以这个指控 毫无根据为理由呢 驳回了特朗普团队 要求暂停这个计票的诉讼 至于在宾夕法尼亚 发起的诉讼呢 也未必能够停止计票工作 但是法官允许特朗普团队呢 在费城投票站 近距离的去观察 工作人员的计票过程 那虽然选举形势 对这个特朗普不利 但特朗普团队就声称 他们仍然相信 特朗普会再次赢得竞选 甚至还放话 最早在当地时间 星期五结束之前呢 就能够看到结果了 而特朗普在选举夜之后呢 也首次露面发声明 毫无意外 这个内容的主旋律啊 依然是再次指控民主党 意图从他手中偷走选举 美国总统选举落幕36小时之后 总统特朗普终于打破沉默 再度现身白宫 而记者会议开场 特朗普在没有提出任何证据之下 保持他一贯的论调 认为如果只看合法计票 他早就在这场选举当中 打败拜登 在记者会上 特朗普不排除这一次的选举结果 将在最高法院分出胜负 同时也继续将炮火对准民主党 认为民主党透过邮寄选票 来操控美国大选 不过对于特朗普在选举之后的 首个公开讲话 多家媒体都不买账 有的更直接就停播特朗普的直播报导 美国媒体今日美国 甚至批评特朗普的演讲充满谎言 表示特朗普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攻击选举的公正性和结果 另外虽然美国总统大选的 开票作业还在进行当中 不过目前看来 只差六票就能够跨过 当选门槛的民主党候选人拜登 继续呼吁支持者保持冷静 同时也信心满满地表示 一旦开票完成 他毫无疑问将会成为最后的赢家 感谢您的观看